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MainLab怎麼進行三維的立體繪圖 在上個禮拜我們講的是二維的繪圖 二維繪圖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你給我X坐標 Y坐標 那我們就進行所謂的瞄點做圖 一個點我就打 對一個坐標我就打一個點 下一個坐標我再打一個點 然後把它連起來 這個叫瞄點做圖 但是碰到三維的立體繪圖的話 就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一個曲面是由一個矩陣所形成 它沒辦法直接去瞄點 它必須瞄出一個方塊出來 在方塊上面貼磁磚 然後磁磚一路貼上去 最後才能貼出一個曲面出來 所以這個是跟瞄點做圖不一樣的地方 好 我們直接看範例 這個直接看範例是最直接的 在進行這個瞄點繪圖 然後呢 事實上有兩個command 一個叫Mesh 一個叫Surf Mesh就是網狀的意思 好像一張網一樣 你可以把網 把它 用幾根柱子搭起來 就好像一個平面一樣 所以Mesh可以畫出立體的網狀圖 那麼Surf呢 Surf事實上就是Surface的意思 就是一個曲面叫做Surface 可以畫出立體的曲面圖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範例 在這個範例裡面呢 我給一個Z 是一個矩陣 然後在這個矩陣裡面呢 我直接叫把它Z畫出來 但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Z的值是多少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Z Z 等於 等於什麼東西呢 你看啊 第一個是021 021 這是第一個橫列 第二個橫列是324 第三個橫列是444 然後第四個橫列是768 好 你要把這個曲面呢 這個矩陣呢 你要把它畫出來 那用的卡片就直接叫MeshZ 但是MeshZ的時候 你要知道 它的X軸在哪裡 Y軸在哪裡 你才能把它畫出來 那一般在我們 對矩陣的indexing來講的時候 這邊就是 我講這邊是它的I 這邊是它的J 這種叫IJ mode 就是我矩陣index你要抓 我知道第I個Row 第J個Column 譬如說我第二個Row 第三個Column 我就可以抓到4 這樣叫矩陣的indexing 可是在畫成曲面的時候呢 有時候跟我們的感覺會不太一樣 就像我們一般講的坐標軸呢 坐標軸是這樣寫的 坐標軸是這樣子 X軸在這裡 Y軸在這裡 但矩陣呢 I是從這裡下來 J從這裡過去 所以你要怎麼把它畫上去 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呢 這個 腰溫吸盤嗎 還是先用 喂 喂 欸 你怎麼把它關小聲還是怎麼樣 我這邊關掉也沒有用啊 全部關掉還是嘟嘟嘟一直叫 還是結晶現在就直接去找細半了 請他們來看一下怎麼回事 好 好 那你這樣一個矩陣出來後呢 現在只是要把它畫出來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畫出來的效果是怎麼樣 畫出來的效果是變這個樣子 那我特別呢 在X軸上面呢 我打出了 這叫Column Index Y軸呢 叫Row Index 我在畫圖的直徑就把它打出來 但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021在哪裡 021在這裡 0在這裡 2在這裡 1在這裡 然後呢 324在哪裡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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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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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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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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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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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7 7 7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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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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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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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1 就在這裡 0 2 1 3 2 4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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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8 7 6 8 那你能看得出來它一一對應的關係 這邊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是 X 座標 Y 座標 Z 座標在這裡 自己是向上的 有個問題 同學麻煩儘快提出來 我通常教到這張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才對 因為很多小細節在裡面 所以你要小心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有時候希望產生格子點 格子點就是你給我 X 座標 X 是一個向量 打在你的一個 就是一個向量 那你要把它產生變成二維的 X 座標 給我 Y 座標 我要把它產生二維的座標 那我就可以根據一個向量 X 一個向量 Y 我可以算一個平面或是一個曲面等等 我們來看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呢 我說 X 是從 3 到 9 所以 3 到 6 3 4 5 6 Y 從 5 到 9 5 6 7 8 9 所以 X 長度是 4 Y 長度是 5 然後我進行 Mesh Grid 的運算 Mesh Grid 就會把它產生 X 和 Y 都會變成一個矩陣 那變成矩陣的目的呢 其實只是為了做下面這個運算 我現在畫出來的 函數的圖形呢 就是等於 X 乘上 Y 那這邊之所以會出現點乘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 double X 就是一個矩陣 double Y 也是一個矩陣 那我必須做矩陣對矩陣的相乘 乘出來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畫出來 我們先看畫出來的結果 然後再回來說這個程式 我應該 我看直接在這邊畫 這個聲音點啊 顯然和我的 PC 有關係 有在這邊敲字它會叭叭叭叭 很奇怪的聲音 好 各位再看一下 X 是 3 4 5 6 Y 是 5 6 7 8 9 然後用 Mesh Grid 產生 X X Y Y 我就把它畫出來 就知道這樣子 這是我的 X X Y Y 那 X 的值呢 是 3 4 5 6 所以你可以發覺這邊是 在這裡 3 4 5 6 然後又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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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五次 所以這是我得到 X X Y Y 呢 是 5 6 7 8 9 所以在這裡 5 6 7 8 9 這邊是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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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四次 所以 X X 是一個矩陣 Y Y 是一個矩陣 然後呢 我就直接要 算出來 X 乘上 Y 所以我就設定 Z Z 等於 X X 點乘 Y Y 這是最後得到的雛形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 Mesh Grid 的功能呢 就是讓你能夠產生 有沒有在這裡 Mesh Grid 就是讓你能夠產生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呢 每一列都一樣 這是對 X 來講 對 Y 軸來講 對 Y 軸來講 每一直行都一樣 那你就可以直接進行 矩陣對矩陣的相乘 相加相減 或是什麼樣的複雜函數 就可以直接把 Z Z 這個曲面 把它算出來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邊就是要特別注意 它產生的 X X 長的是這個樣子 Y Y 長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 X X 長的是這個樣子 就表示它的 它就有好幾列 總共五列 每一列都是它的 X 坐標 所以是 3 4 5 6 重複五次 對 Y Y 來講 它是每一個直行都一樣 那它的坐標也是 5 6 7 8 9 但是要重複四次 為什麼要重複四次呢 因為 X 有四個 element 那這邊為什麼要重複五次呢 因為 Y 有五個 element 所以這樣才會得到兩邊 compatible 然後就直接去算出一個函數出來 可以把圖畫出來 好 我們現在來畫一個比較複雜的圖形 我要畫出一個區面叫 X 乘上 exponential 它的指數是負 X 平方減 Y 平方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圖呢 假設你先不要畫它 你先去想像看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圖 如果沒有這個 X 只有 1 的負 X 平方負 Y 平方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好像一個山峰一樣 它的峰點在圓點 因為等於 X 等於 0 Y 等於 0 的時候 這 exponential 可以得到一個最大值是 1 當 XY 慢慢變大的時候 它就掉下來 掉下來 是一個山峰 但是你乘上一個 X 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山峰呢 如果你從側面來看呢 是這個樣子的一個山峰 假設 0 點在這裡 從側面來看是一個這樣的山峰 但是你把它乘上一個 X 在上面 如果你也是這樣從側面來看呢 X 呢 譬如說 Y 等於 X 是這樣一個值 你把它乘上去以後你會發覺 這邊都是正的 所以乘出來是正的 而且到這邊可能有一個最高點 但這邊都是負的 一正一負 乘出來這邊會變負的 會凹下去 凹下去 所以我們來把它畫出來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我先在 X 的座標呢 我在負二和二中間的取 25 點 Y 座標呢也取 25 點 那我用 Mesh Grid 把它產生 在 X 方向的矩陣 Y 方向的矩陣 然後呢我把這個函數呢直接帶進來 有沒有 我 XX 這邊記得要點乘 因為裡面都是矩陣 矩陣要做每一個元素對元素的乘法 就要用點乘 那 exponential X 負 X 平方 就負 XX 點平方 -YY 點平方 這個向上的箭頭就表示指數的意思 那一點也是一樣 對每一個元素來進行操作 所以我把它畫出來 所以得到的圖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剛剛講的話 這樣的一個圖是指從側面 從這邊看過去的效果 它就是下去再起來 所以就是這樣造成的一個效果 那在這裡我 X 切二十五分 切二十四分得到二十五個點 Y 也是得到二十五個點 然後算出來的區面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利用同樣的方式 就是說你任何一個方程式 你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幫它把區面畫出來 所以如果你到這裡都聽懂的話 應該可以畫出任何區面了吧 你只要函數給我 我就帶點進去 它區面就畫出來給你 那麼 surf 和 mesh 的用法 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前面都一樣 我只是改用一個 surf 來取代前面的 mesh 那麼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一個區面 前面得到的是一個網狀 好像一張網一樣 每根網線都用不同的顏色 但碰到 surf 它事實上是 就前面我講 它在做什麼事呢 它在貼瓷磚 這邊每一塊就是一個瓷磚 貼塊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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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去 那這個瓷磚呢 有不同的顏色 我們用顏色來代表它的高度 譬如說在這裡 它是越高的話是越紅 越低的話是越藍 所以這就是 service plot 得到的效果 要我先拔這個 真的好耶 但這是我的電源線啊 不是要叫我拔這個耶 但 那我 但是拔掉我就沒電源了 這是電源線耶 是啊 拔掉就好了 但是我 Notebook就沒有電源啊 這是干擾是不是 所以目前是無解的問題 是不是 喔好 無解 好 安靜多了 但是我Notebook 我先把它改成 這個不耗電 最不耗電的模式 High Performance Battery Saving 好 我不知道能撐多久 欸 撐兩個小時 那麼我們因為常常要畫圖 manable 有個內線的comment 叫做 pix 出不叫 前面這排燈能不能關掉 pix呢 可以讓你產生一個 凹凸有致的曲面 這曲面很平滑 很漂亮 包含了三個局部最大值 和三個局部最小值 那麼我們之前 上禮拜作業就是要 各位把局部最大值點出來嘛 上禮拜作業應該還好吧 那在曲線上面很簡單 我就比左邊大 比右邊大 我就是局部最大值 那當到這個 曲面上面的時候 你就是要比周圍的都大 但周圍怎麼定義 就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這可以暫時不用管它 它的方程式長得是這個樣子 這方程式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各位可以不用管 可以仔細看出來 這是一個 有沒有這是一個指數函數 也是這樣在某個地方有一個最高點 這又是一個指數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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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產生三個 三個局部極大點 應該就是由這三個指數函數所產生 那如果你直接在MateApp裡面打pix 有沒有這個區面就出來了 所以呢你可以有這個函數呢 也可以把它的資料抓出來 比如說你看這邊 這就是它的方程式 比如說我說zz等於pix 它就會把pix這個函數的資料 傳回來給你 那這zz的預設 預設大小呢 就是49乘49 所以你也可以 meshzz 這曲線又重新出來 所以很容易把資料抓出來 然後讓你做各式各樣的處理和測試 那麼你直接打pix 它就出現方程式是這個樣子 這方程式看起來還蠻複雜的 得到的圖形是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一些效果 就是把這個波形呢 把它放在一個舞台上面 或是加一個圍裙 那加圍裙的效果呢 它用的command 就直接是meshz 那pix這個指令呢 如果說你的output argument 有三個xyz 它就會把x座標 y座標一起回傳 然後它的高度用z來表示 然後xyz 三個變數都是矩陣 那你直接把它送到meshz 它就會把圖畫出來 axis tight 各位記得吧 就是讓圖軸能夠接近圖 把圖拉大 讓它靠到圖軸上面去 所以最後得到的效果呢 是類似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出來 原先的曲面是在上面這裡 那加上一個z 加上一個圍裙 好像一個舞台一樣把它包起來 那你也可以產生waterfall的效果 waterfall就好像是瀑布一樣 水在流一樣 所以用的指令也很簡單 就叫waterfall 所以一樣我從pix抓出 回傳三個變數xyz 分別是x座標y座標和它的高度 然後我用waterfall把它顯示出來 得到的圖形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邊的waterfall 那如果你要畫另外一邊要怎麼辦 你可以打helpwaterfall到裡面去找 它有辦法讓你畫另外一邊 辦法畫一些矩正 你把它旋轉 轉字 做一些手腳做一做 它就可以畫出另外一邊出來 這各位可以試看看 Mesh C 可以同時畫出網狀圖和等高線 那你可以像Mesh C可以做這個事情 Surf C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這個C就表示什麼呢 contours contours就是等高線 所謂等高線的意思就是在一個曲面上面 你把它高度一樣的軌跡 把它畫出來 就會得到一個等高線 現在地圖比較少在畫等高線 但是一般的軍用地圖都會畫等高線 那等高線就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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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每一圈上面 它還會幫你標明數值 說這個高度有多高 看到三峰的時候 就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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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高 那看到三谷的時候也是一圈一圈一圈 但是數值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看到這個三零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類似一個V字形 三谷的時候也會是一個V字形 所以三度空間要用等高線來顯示 會比較讓你能夠製造說 真正這個曲面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好 所以這個也是很簡單 XYZ出來 我直接戶架一個command叫MeshC 那AxisTite也是一樣 讓圖變大能頂到圖軸 會得到圖形就這個樣子 所以等高線在哪裡 在這裡 等高線在這裡 所以碰到一個 這邊是一個三谷 有沒有 你就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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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這等高線呢 也是一樣會用顏色 來代表它的高度 比如說在這裡顏色 這邊等高線就會一樣的顏色 在這裡三峰的時候 顏色是橘色 等高線這裡也是橘色 那如果你要比照說 這到底高度有多高 那個 這個 我們直接畫一下 我們直接畫一下 Plut XYZ 05 不在這裡 可以畫出來 但你可以加一個東西 任何三度空間的圖 你把它畫出來之後 可以加一個command 叫color bar 就可以顯示出顏色和高度的對應關係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像在這裡顏色是比較深一點 這個應該是接近於8 所以是這個顏色在這裡 接近於8 那在這裡呢 顏色是接近於這裡 這是接近於-6 左右 這樣的顏色 那中間呢 這邊都接近於0 有沒有是這種 有點像黃綠色 所以是這個顏色 所以打color bar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顏色和它的高度的對應關係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畫曲面 那再過來我如果要畫出 三度空間中的曲線怎麼辦 這其實反而三度空間的曲線是比較容易畫的 也比較容易想像 你就是給我XYZ的坐標 那XYZ 每一組XYZ我就定一個點 下一組XYZ我就定一個點 然後就把它連起來 就得到一條曲線 所以 所以這又回到原先的瞄點做圖 只是瞄點是在三度空間中的點 好,我舉一個簡單的翻譯 T呢 是linear space 0到20π呢 我切500份得到501個點 那我要畫出什麼圖呢 它的X坐標是T乘以sinT Y坐標是T乘以cosT Z坐標是T 那各位可以想像這是什麼樣的圖嗎 這是一個螺旋 那為什麼是螺旋呢 先看這裡 這個T乘到sinT T乘以cosT 有sin和cos 那它是呢 就是一個圓嘛 對不對 譬如說我說X等於 X等於R乘cosT Y等於R乘sinT 有沒有,這就是一個圓的參數式 R代表它的座標 C打代表它的角度 所以在這裡呢 C打也是角度T 角度再變 由0變到2π 角度一直變 那這是它的半徑 T T是它的半徑 那你就會發現它的半徑 也跟著變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呢 剛開始呢 T是0 0就是一點而已 然後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 一路上去 那把它畫出來 就會出現一個螺旋 螺旋的線 三度空間中螺旋的線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應該可以想像 那這個就是在三度空間中畫線 如果你要畫出兩條呢 也是一樣 就一路送進去 所以這邊呢 是第一組 有沒有 T乘sinT T乘sinCosT T 這是第一組 第二組呢 T乘sinT T乘sinCosT 戴進去 那附T的話 它一路往下走 一個是往上 一個是往下 所以你就會得到兩條曲線 一個 兩條螺旋的線 一個往下 一個往下 一個往上 一個往下 長得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只要把圖一路送進去就可以 但是如果圖太多 有時候你說 我能不能先畫這個 再畫這個 也可以 那就有一個指令叫 Hold on 各位可能做作業都已經知道了 畫完一個圖 你下一個指令叫 Hold on 再過來 所有畫的圖都只會 疊加上去 而不會把前面的圖 清掉 那等到你Hold on 夠多圖以後 你下一張圖要把前面的圖 全部蓋掉 把前面的圖 清掉在畫的時候 你就先下一個Hold off 就讓它不用Hold 這樣的話它就會把前面圖清掉 我們這一題是有出過作業的嗎 上次是二維 上次是二維 意思是一樣 上次的作業應該是 就只有前面這個 前面這兩個就可以畫得出來 你不要把這個送進去 直接用plot 然後這兩個送進去 它就可以畫出來 一個螺旋線 是不是 對 上次作業應該都沒有問題吧 作業有沒有需要解答 還是都會的 買房子投資那一題要不要解答 還是都會的 如果需要解答 各位隨時讓我知道 那麼如果輸出的引數呢 XYZ呢 plot 3 XYZ呢 是矩陣的話 那麼會依序把航向量畫出來 跟前面一樣 跟plot一樣 它就把航向量抓出來 畫一條線 下一個航向再抓出來 再畫一條線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範例 把match grid 也是一樣的產生XY 那麼這時候直接把它送進去 把Z算出來 然後把它畫出來 得到的圖就變成這個樣子 它就把每一個航向量畫出來 它就是這樣的圖 有點像Waterfall 只是方向不太一樣而已 好 再過來這個是比較困難的問題 這個問題各位常常會碰到 將來各位出去外面當工程師 就會碰到這一類問題 我們剛剛畫的矩陣呢 畫的區面呢 全部都在格子點上面 就是在X座標 我就把它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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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切得乾乾淨淨真的切 Y座標還是切切切切切切 所以每一個X座標上面 每一個Y座標上面 Y座標上面 都有它的高度值 它得到就是一個Z的矩陣 我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但是很明顯這種資料 不是所有資料都長這個樣子 可能就是你有少數幾個點 這個點座標是01 它的高度是3 這個座標是78 高度是5 這個座標是3.59 它的高度是7 那你就得到幾個03的點在上面 請問這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區面畫出來 那這個問題其實 做法有很多種 那MateLab提供一個指令 叫做Grid Data 就把你的資料呢 先轉換成Grid 所謂Grid就是格線的意思 Grid Data就是它的資料都在格子點上面 先把你轉過去 然後就可以幫你畫出來 那至於它怎麼轉過去呢 就用所謂的內插法 那這個方法 各位可以先不用管它 我們在後續的章節 還會講到怎麼樣做內插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先跑這個 先抓這個Rmd Rmd就是產生亂數 那這個亂數呢 會介於0和1中間 是一個uniform distribution的亂數 亂數我要抓多少點呢 抓100點 這100 然後點100 豆點3 就表示說我產生這個亂數的向量呢 是一個100乘1的向量 就會有100個元素 那原先的值呢是介於0和1中間嘛 我把它乘以6-3 所以得到x的值呢 會介於-3和3中間 這簡單的數學各位應該算一下就知道 那y的值呢也是介於-3和3中間的100點亂數 那這100點亂數呢 我把這100點亂數呢 送到pix這個函數裡面去的時候 它就會回傳這100個坐標點 它對應的高度是多少 那其實這100點是亂選的喔 所以它並不是在格子點上面 它就亂跳亂選 但是它都有一個高度 這很像說 你給我一點資料 我知道它的高度我就 拉一根竹竿好了 這一點高度 我知道這一點坐標這一點高度 我就再拉一根竹竿 然後竹竿拉拉拉拉 最後你把蚊帳鋪上去 曲面就出來 或是一個帳篷 你把它疊上去 就用竿子這樣撐撐撐撐起來 你就得到一個曲面 好 這100點的高度知道了 然後接著呢 我就開始用GridData 把它的曲面要畫出來 但是呢 Mainable畫圖一定要是格子點 所以呢我先 先把XY 先經由MeshGrid 產生在格子點上面的X座標跟Y座標 那我MeshGrid的就是 它的範圍是從-3到3 那每次跳0.1 所以大概 3.6 有61個X座標跟61個Y座標 然後送進來之後呢 我就附加一個函數叫GridData XYZ是我已知高度的座標點 那大的X大的Y呢 是我的格子點 那把這五個東西送進去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用什麼方法來做內插 這個Cubic是做內插一種方法 那細節我們暫時可以不用管它 送去之後呢 就產生大寫的Z 這個Z就是我們預測出來 在格子點的高度 最後就把它Mesh 把它畫出來 就可以得到它的曲面圖 得到曲面圖之後呢 我要把我的XYZ 這種亂數的點 我要把它畫出來 我想知道到底是哪幾點 可以把這個圖撐起來 那它就是把它畫出來 我就用plus3XYZ 用一點的方式把它畫起來 MarkerSize 就是這一點Size 到底要多大呢 是用16把它畫出來 這邊就下了一個hold on hold on 意思說 前面這圖麻煩 不要幫我清掉 留在那裡 hold on 停住 然後把點畫上去 再hold off X is tight 就把圖拉大 撐到圖軸 這邊每一個command 都要知道 都要了解它的意義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如果都沒有問題 待會就換我來問問題 就是出來的XY呢 就全等於 出來的XY會什麼 也是跟前面一樣 就是它是從-3-2.9-2.8-2.7 這樣所形成的一個向量 然後這邊的X座標呢 就是每一個橫列通通一樣 Y座標呢 就每一個直行通通一樣 所以跟前面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把它合起來寫 讓它吐出兩個出來 前面是分開來寫 來 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它畫出來的效果 這是它畫出來的效果 看起來蠻難看的 看起來沒有前面那個圖那麼好看 那是因為它的點 就少數幾個點 比如這點有資料 這點有資料 這點有資料 只要有資料的點 就是你撐起來那個竹竿的高度 撐起來 其他點沒有資料 像這塊你看 這邊通通沒有資料 它就直接去做內插 把它的值畫出來 那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你原先呢 原先我是產生這個 這個X 這是Y 原點不是在這裡 我畫的不是很理想 原點在中間 所以它的值呢 是從-3到3 X座標從-3到3 Y座標也是從-3到3 然後就在裡面選點 選了100個點 選點 假設選了這幾個點之後呢 當你把這個文章撐起來 那一剎那呢 你會發覺旁邊會撐不起來 做內插的時候 我知道這一點的高度 我也知道這一點的高度 我也知道這一點的高度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線線內插 我就知道這點的高度 然後我也可以知道這一點的高度 這條線的高度 所以我真的能撐起來的那個區面呢 只有在這裡面有 外面這邊就通通沒有 這邊就沒有東西 這邊也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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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直覺的 你就可以想像說 我能真正長出來區面的區域呢 就是這個東西 把這幾點把它包起來 這個叫做什麼東西呢 叫做convex hole convex hole你可以想像很直覺 就是包起來最小的多邊形 然後它是convex 就是convex的意思就是說 任兩點只要在convex裡面 中間連起來的任何一點 也在這個convex hole裡面 convex hole你們在哪裡有學過 algorithm algorithm不見得大家都有修過 但是它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但是你把它圖畫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有些地方是沒有資料的 像這個地方 它本來應該是直直的過來 直直的過去 然後這邊應該有些資料 但抱歉不見了 沒有資料 因為這邊沒有資料點 現在只有convex hole包起來的地方 有資料點 所以 所以各位 晚上有一個作業 就是要把這圖畫出來 把這圖畫出來 把這圖畫出來 那用的command就是 convex convhull 那各位回去 查一下那個 help 或者是dlc 就知道那個東西怎麼用 你要把圖畫出來 然後把這個區面的等高線一起畫出來 把convex hole畫出來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說 在convex hole外面是沒有資料 所以它根本也沒辦法內插 所以那邊也沒有這個區面的資料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 這邊呢 比較稍微比較複雜一點的範例 其他都很簡單 其他就是一些command的 你知道怎麼用就可以了 來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同學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哪個地方再講一次 好 我再講一次 但是我要講不清楚 你要把我停住 因為再講一次 好像很多東西我不知道從何講幾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有一個點 或兩個點不清楚 那個地方不清楚 你要趕快把我停住 不然我一跳過去 內插怎樣 內插是什麼意思啊 好 這個好問題 內插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假設 這是我的時間點 好 現在是下午 下午幾點 下午三點 下午四點 下午五點 下午六點 好 今天下午三點的汙度 天氣很熱 好啊 三十度 在這裡 到四點的話 天氣變稍微涼一點了 好 二十八度 這邊是高度 欸 二十八在這裡 這邊是三十 好 那到五點的時候 天氣越涼了 慢慢涼下來 涼下來 當然你量測到資料 就只有這幾點了 對不對 就是這邊有一點資料 這邊有一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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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十度 二十八度 這邊可能就變成 二十七度 這邊就可能變成二十六度 等等 好 那這個都是有資料的點 那麼 有資料的點 那我問你說 三點半的時候是幾度 有沒有 沒有 三點是三十度 四點是二十八度 三點半的時候是幾度 好 不是 不是 所以這個意思你知道喔 就是說你知道點 那其他不知道的地方 你就是要內插 那在這個範例裡面呢 我們是假設 我們只知道這幾個資料點 有沒有 這幾個資料點是你知道的 那這個資料點怎麼得到 我當然是得到 pick函數裡面得到的 那那個地方 得到這幾個點的資料呢 我們可以假設我們不知道pick函數 假設不知道那個函數 但是我總是得到 某幾個點的高度 那根據那幾個點呢 我希望長出一個曲面出來 這曲面要經過所有原來的點 而且要很平滑很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整個過程就是 希望把這曲面長出來 那將來呢 如果這邊這幾個點都知道 我如果順便問你說 在x等於1.75 y等於2.3 3.8的時候這個值是多少 你就可以把這個值 直接丟到這個曲面上面 就可以計算出 它預測出來的高度 應該是多少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問題呢 我說它常常被用到 被用到的機會是 多到無法想像 那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像剛剛那個 預測溫度那一圍的 那個是最簡單的例子 你最近股票不是跌得很慘嗎 那你有沒有辦法 由過去股票的趨勢 預測未來它會漲還是會跌 你一天打開來什麼 夢想街57號 就是在那邊大家講說 會漲會跌 會漲會跌 那請問你有沒有一個數值 用科學計算方式來跟大家講 到底會漲還是會跌 那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可以收集過去所有的資料 那預測說明天是幾點 那就跟這很像 我收集過去 X座標知道 Y座標知道 我的高度也知道 這就是一點 那再抓另外一點 X座標知道 Y座標知道 第二點就出來 那點越多越好 我就把這個帳篷撐起來 將來進來任何一點 我就可以預測 那分到股票也是一樣 我就把所有可能的音符都抓進來 匯率啊 利率 或是 各式各樣的資料 各國經濟的情況 全部當成我的音符 音符可能一堆 那可能又有什麼K線圖 什麼均線圖 什麼有黃金交叉 什麼黃金死亡 亂七八糟一堆 全部抓進來 這都是我的音符 奧布是什麼呢 好 明天股票指數是多少 那這樣之後 你是不是也可以抓一堆 抓完以後 你是不是一樣可以預測 你就丟進去預測嘛 看效果會不會準 但很抱歉 大部分是不準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股票會發生什麼事情 根本不知道 哪時候會有什麼 兩顆子彈 或是導彈飛過來 這通通不知道 那些資料 你是沒辦法考慮進來的 那假如除掉那些資料 有些資料是很正常的 不是那種突發性的 那你可以抓到一個大趨勢 就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 預測未來股票的走向 等等 各位可以想像這個事情 一天到晚都在做 很多數學家 很多統計學家 很多電腦科學 這方面的專家 都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最基本的範例 跟你講說內差怎麼做 或是要預測怎麼做 那這樣還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也都是跟這個東西很接近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在這方面 都在做什麼 我可以想像這個 都在做什麼 都在做什麼 那些人 都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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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